红荒诸圣 红军道 颤抖吧 你们的皇帝来了 铲叫三人围攻文仲 文仲一时间危机重重 地心要过来了 咱们人手一剑圣人法器 拿不下文仲太多脸了 听到挡住三把仙剑 两位道友一同绝杀文仲 文仲今天就送你再入风神堡 云中子 我就不信 你愿意舍弃自己性命 与我同归于尽 面对文仲以命相搏的态势 云中子稍易犹豫 文仲抓住机会 直接冲出了三名准胜的包围 这一幕让三界不少人大跌眼镜 废物 铲叫的人就是一群废物 三人手持圣人法器 还能让他给跑了 简直是都人现眼 比结教的人差远了 连一个文仲都对付不了 更别提对付人皇了 看来只有本地亲自出马了 师兄莫及 事情还没结束呢 文仲 奉名其善 天命归州 你身为结教三代弟子 都敢逆天而行 难怪万仙来朝的结教会覆灭 逆天 我结教教义便是有教无类 为洪荒生灵争取一线生机 我结教覆灭的真正原因 您已不知道吗 还有 你所谓的天命归州 老夫没看到 但老夫看到了 叛州的溃败和激发的狼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嗯 民中子三人回头一看 顿时如遭雷击 只见百万州军溃败 而追击他们的 不过区区二十万上军 而激发则是在江子牙等人的保护下 疯狂难逃 糟糕 代表天道的激发如此溃败 天道之力耀光 一瞬间 三人便感觉到 人道威压暴走 人道圣人威压 赶紧走 另一边的地心 剑逼退了三人 人道法相 直接出现在掌耳处 余缘让开 查尔你这个叛战 给鼓死 人行 饶命啊 人道法相一击 直接重创长耳 铲教师教他们 都是一群废物 指望他们对付殷伤 消灭人黄 还不如本地继续轮回 说不定哪天 就能登上人黄之位了 看来是该本地 亲自出马了 天道天地 对战人道人黄 这是宿命的对决 浩天还没装完兵 再度被王武拉了一把 师兄莫话 事情还没完呢 人灯他们都逃跑了 事情怎么还没完 师兄快看 多保现身了 频道多保 见过人黄 多保 你不在西方叫呆着 来姑这里做什么 长安乃频道门下 还望人黄看在频道的面子上放了他 与我是叫杰克善缘 新的选项 以刷新选项一 多保驾驭 九品功德金莲前来 防御无双 短时间内人到法相 根本伤不了他 不就是一只兔子吗 给他算了 奖励六字真言 你这狗西逃 这么久没见 就给我出这一所主意 又讨打是不是 别急别急 还有呢 选项二 顶着乌龟壳 就以为姑拿你没办法 姑才是洪荒人界至尊 区区多保没资格 跟姑谈条件 将离开天剑族 眼见地心没有回 多倒脸色阴沉 安皇 贫道一向以和为贵 我是教由三千强者 准生若干 乃是当今三界第一势力 若仁皇不答应贫道 贫道一挥手 我是教强者骑入洪荒 不知道仁皇你又能撑得了多久呢 嗯 你是在威胁姑吗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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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贫道只是在阐述一件事实 贫道希望仁皇认清局势 放了长安 并且将视教相关人复活 仅此而已 说完 多保身下的功德精联光芒大胜 一道道符文浮现在周身 姑当然知道如何选择 地心遥控朱仙剑 一剑砍掉了长尔定光仙的头 安皇 贫道都把话说这么清楚了 你这是不给贫道面子吗 你是教长尔以下犯上 姑斩他何错之有 你的面子和值钱吗 再废话连你一起斩 卧槽 我特么给你脸了不是 真以为我是产交那些废物不是 安皇 若我是教强者入洪荒 你人足将没有一寸立足之地 那么看来 孤近日是留你不得了 看到这一幕 多保狂妄的仰天长笑 虽然是 words 可点赞 的